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部说明了生老病死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究竟当无常到来时 我们应该要如何的观修呢 请收看今天的课程 万一我们这个无常来了的时候要这么观想呢 现在就是一定要观想那样失望的无常 失望的无常的前面一定要先要病苦来了 人有生老病死嘛 你不会生病比较不会往生 所以呢往生增变的时候是要最严重的一个苦 就是他以前面有病苦 病苦来了的时候怎么样 晚上睡也睡不着 白天吃也吃不下 这么睡都不舒服 因为身体不舒服就心里也不舒服 这样的很多的痛苦躺在这个村上 医院的医院里面的那个村上 全身都是擦不干 大麻醉药 这样的时候 我们这个旁边的人 看起来这个病人是 有的时候大麻醉药这些的一个关系 比较安静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是这个病人 非常非常的因为痛苦 他的病列了 或者是这个我们大麻醉药 什么这些都是他比较没有办法讲话 也有一点点昏昏迷迷的意味 其实刚刚失望的空气 全部都是一定要受到的 这些都是很痛苦的 我们这些亲戚朋友 医生还有护士 都在这个旁边 病人的旁边 但是都无可 替代一点点 这个病人的痛苦 而正能 肚子承受 所有死亡的折磨 是他本人自己 要说的 那得到这样的一个病 那往生以后怎么样 到中阴生 我们死亡后 我们死亡后 就算是 假如说 舞堂来了 这个往生 这个地位 财神 朋友 什么都 没有办法救我们 就算是 就算是有一个专论身亡 专论身亡是这个 以前现在应该没有这个 这个亲戚 这个亲力很大 国王外还有更高的 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 那个专论身亡 或者是我们全世界的一个管理的那么大的有一个亲力的人 一个大国家的一个国王或者是一个总统 或者是一个大老板 有一百万年百万那样的有一个员工的那样的一个大老板也好 或者是一百万年百万那样的有一个信徒 这样也好 反正再怎么样也 大老板也没有办法带不住一块饭 也没有办法一件好的衣服 一小个珠宝 那个我们的国王那么大的一个人物的话 他也看着 连自己卑微的仆人也无法带走 而且我们是一辈子都是 最爱的就是自己 常常要吃好的东西 穿好的衣服 要化妆 要什么花很多钱 爱一样的自己的身体 连自己的一辈子都是爱自己的身体 也是带不住放在这里 这个心跟那个身体离开了 身体放在这里 独自无依无靠的 没有一个人陪你走 自己孤孤单单的要去中阴森了 很害怕的当中 有很多的恐惧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了 一定要面对这个事情 到中阴森的时候 人中阴森的时候 我们后面的人 这些家里亲戚朋友 其实每个地区都是风俗气坑不一样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如果风俗气坑的话 大家都在这个大体放在这个棺木里面 然后亲戚朋友都积极在这个棺木的旁边 白白刷相 讲好天的话 人往生的也或是这个他的旁边这样 比如说我们会关心你 你要放下等等这些好天 安慰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是 他中阴森的时候 很多恐惧 很多那样的电到错论的那样的一个幻想 这样的当中 我们再这么闹也没有用 其实你放下放下 先去我们认识的时候 有一个修行真的很好 有一个放下的 有习惯的时候 这个时候提醒他有可能有用 没有这样的话的话 这个时候再这么好天的话 再这么后面 很多话讲也 其实也没有什么效用的 因为人只有我们活着的时候 还有没有往生的时候 是可以互相这样沟通 这个有些人活着的时候 讲佛法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沟通 他就佛法跟没有缘分的人 就是讲再这么佛法 他也听不懂也不想听 往生的时候更不用话说 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往生以后 尤其是这样的一般人 没有佛法的好的没有习惯的人 没有办法沟通 他们再这么讲也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到中阴森的那些 所有的这个产生 这个痛苦 一定要这个 死亡的人单独来承受 那个时候只有 正法和善行才能有所帮助 现在若不努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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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身的话 现善的话 到中阴森的时候 非常地辛苦 所以现在就要我们 要修这个助力如法的 好好的那个修行正法 什么是正法 我们正法就是要修处理心 修菩提心 修真悟空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名字是三主要道经也可以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现在是得到那样很难的一个人生 先一定要有个处理心 什么事是处理心 要得到这个轮回的痛苦 我们路到轮回痛苦 地狱二贵出生 这个三二七是非常的痛苦 也是是天道人道阿修罗 那些也是有很多的痛苦 人也有生老病死 跟缺博的爱比利苦 燕尊慧苦 这些等等 有八苦 所以想一想的话 我们这个轮回 一点点的快乐都没有 全部都是痛苦 有一点点快乐 也是烦恼的快乐 不是真正的快乐 我们一定要得到一个交进 永远不会改变的快乐 就是解脱 解脱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痛苦的当中 一定要遭到这个解脱的路 先知道你轮回的痛苦 在知道轮回的痛苦以后 离开这个轮回的轮就是处理轮 只有这个轮就不行 我们日日夜夜都是要认真努力 学习佛法 到做念经拜佛 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处理轮 然后菩提轮 菩提轮有两种嘛 色素的菩提轮跟 圣医的菩提轮 那刚刚真务空险 就是这个三主要道里面 是处理轮跟菩提轮 真务空险是可以讲 圣医的菩提轮 色素的菩提轮就是 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你有这样 先自己知道 这个轮回是痛苦 要又离开这样的一个心来 热热热热做修行 努力 只有自己一个人 离开这个轮回就不行了 这个轮回里面 受苦了很多的这些众生 全部都是一样 他们也是喜欢快乐 不喜欢痛苦 而且他们也是当过我们的父母 他们也是我们的父母前 这些都是放在轮回 自己一个人解脱是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要一定要为这些一切众生利苦得了 要修行到做天文佛法 这样讲的就是发菩提心 那只有出力心跟发菩提心 这样就不行了 加上一定要有真务空险 真务空险就是其实是我们无名 是一个执着嘛 有执着的关系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没有一个东西 是一味是有 这样一个执着 实际上其实全部都是空险 没有的 我们空险没有讲的时候 或是有的人是以为这样的观想 一切都是空险像这样的 这样不行 你知道一定要这个空险的道理 空险的道理怎么知道 你看内心的也是空的 看外面的 假如说这里有一个牌子 你这个研究 像这个一个一个灰尘 这样细细的一个灰尘 一次一次下去 就最后是小小的 也是分东西南北上下路 再路过一次下去的时候 全部都是灰尘 最后是没有了 连一个灰尘全部都没有了 空险 但是空险的当中 空的东西 像是你看到的一个东西这样 你研究这个牌子 知道这个灰尘灰尘这样 最后是空险 灰尘的东西也是这个灰尘 这个知道空险的就是 你执着这个灰尘的 执着也是灰尘的 所以一定要研究起来 我们心经里面讲的 死就是空 空就是死 有人觉得是 这些都是不空 除了看到的东西 因为还有灰的地方 有一个空的 这样想的 这就是错的 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东西 你研究起来就是 其实是没有一个存在的 空的 这是一个 很多很多灰尘那样 一个集合起来造成的 这个真正得到的时候 看到那个东西 其实是空的 但是要空的 关系这样讲的时候 什么都看不到 这样不是 全部都是看得到 我们这个水里面 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月亮的印子 你看到这个 有一个月亮的印子 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这个里面 再这么抓也抓不出来 因为这是空的 其实全部都是一样的道理 你一切法都是 一个法全部都是空的 知道的 一切法全部都是知道这个空的 全部都是一样 那你看这个 自己的内心 我们都觉得是 我心很乱 我有很多的不好的念头 怎么办 一次啪啪的 这样要心这样关起来 其实这不需要 我们观察起来 中文里面讲的就是 任务跟法务 讲也可以 你研究自己的身体 你心在哪里 整个这个 分开自己的身体 全部都打开的话 你也心找不到 心也没有 如果有的时候 有颜色 也有一个形状 这个 心在哪里 走哪里 去哪里 这些都是研究起来的话 其实心是最好 或者是找不到任何的东西 这个引力就是 真的智慧空性当中 直接达到这个地方 达到这个地方 就身体责任 就 这些贪嗔者也没了 我们现在是成恒性来的 生气这样来的 或者是 自己观察一下就 观察不要外面的那个观察 翻过来自己内心的 成恒性是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来的 研究一下就 这个天空里面出现 它也找不到 空性当中 不行了 这样的一个 真正知道一个中午空性的时候 才会 这个质重毁灭了 质重毁灭的时候 我这烦恼毁灭了 烦恼毁灭了以后就是 因为没有业障 业障全部都是从烦恼造成的 没有业障 你没有痛苦 这样就是离苦得了 所以在这个就是 我们真正的 那个 这个修正法的修行 修处理性 菩提性 修正悟空性 那样的 得到那样的一个修行的话 是 这是我们真正的 这个人生 无价之宝的 那其实我们也常常说 自己这样的一个 刚刚讲的 三主要道的学生 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今天我们讲的 无常 其实是什么都是无常 这个每天都是 看到无常的关系 很多的变化 但是我们是不会 我们一直想 这里有假如说 常常在说 哎呀呀 某某一个人死了 或者是某一个国家 发生不好的一个事情 或者是某一个家庭 不幸的一个事情了 这样很多 我们虽然最常说 这么说的 却不觉得这样的事情 也会很快 发生自己的身上 因为无常嘛 因为无常嘛 所以观察这些外向的嘎变 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 无常的道理 其实我们好好观察一下 所有的情况 外面的那些嘎变 这就是我们告诉我们无常 虽然无常是我们自己不会思考 其实是很容易 全部都是这嘎变 昨天跟中午 晚上这个事情也是 单顿看的时候 现在也是我们很多人 就在这个地方 点下全部都是散开了 这也是无常 所以全部都是一刹那刹那 全部都是改变的 那样的全部都是 这样 这就是其实是无常的事 这就是告诉我们无常 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认得一个大的 一个一般的人生 全部都是要浪费了 所以呢 现在不可以浪费这个人生 人生浪费这么修行 其实修行是不要怕着 我们有些人说 见不到上师 找不到上师 要找不到师妹 找不到中心 其实没有关系 先稳定下来 求佛菩萨 自己修行 修行自己一定要走 我们找不到 追不到什么东西 一定要反过来 自己研究自己的内心 你知道人生难得就是修行 你知道这些全部都是无常 这就是修行 好好思考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 我们释迦牟尼佛 来自个人生 转三个法论 这些的内容也是 是处理性跟菩提性 跟知悟空性 见到上师 也是会告诉这些事情 这些也是自己 告诉也 自己没有好好修持的话 是没有办法 有一个上师 有再这么词别也 我们佛陀 佛陀又告诉我们 他把我们这些 多个方面 全部都是 就是借陀跟成佛的方法 我告诉你们 然后这个内容 全部都是好好学 修行 修行的时候 你会成佛 这样不成佛的时候 是 这个佛菩萨 再这么词别也 没有办法 我们离苦得了 如果全部都是靠佛菩萨 佛菩萨的词别 我们离苦得了的话 早就离苦得了 因为这里有词别性 大智慧的一切众生 离苦得了的众生 那样佛菩萨 很多很多 要成全力的 所以那一定要 我们的佛法的能量 要自己要修持 自己要修行 自己的修行 有很多很多种 你修 直到人生难得 也是修行 直到生命入场 也是修行 直到轮回的痛苦 也是修行 用这些来改变自己的内心 来做那个解脱的方向 这就是修行 所以不可以浪费 这些以前很多浪费时间的 现在 沿路往旧快要 大门前 我们其实是每个人 都见过沿路往 可是这间的时间不一定 假如说现在 全世界有 72月的人口 从现在到再过一百年 就全部都不尽了 往生了 可是这个往生 也全部都一切一切就往生了 不会啊 这一百年当中 全部都是会 那个往生了 所以呢 这个72月的人口 一百年 全部都是见到沿路往 所以见到沿路往的时候 有些人是很好 因为他有做善的 沿路往会高兴 很高兴 你 你做很多的善 我们要说 沿路往前 我们见得到沿路往的时候是 夜里的贝人 跟夜里的海人 现成样格 败人跟海人 跟你一起见沿路往 这个夜里的败人 我们一辈子都做的 善放在一个白色的袋子里面中 他败了 夜里的黑人要拜一个黑黑的一个袋子里面 我们这辈子做坏事做恶业的 拜了 那那个黑色的袋子的袋子很大的时候 是它夜长很重 白色的袋子里面有很多东西的话 这就是善 那看到阴乐王就 我们没有什么善 这个白色袋子里面的东西很少 就很害怕 因为殿下要下地狱 或者是去恶归 或者是去出生 那这个白色的 白叶子里面的东西很多很多的法子 变成我们有很多善业 殿下阴乐王告诉 你很厉害 你很棒 你有很多善 要上去 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到阴乐王见的时候 或是这个时候 或是这个时候 一定要先知就是要尊那个善 善是这么样的尊的 我们要赶快要努力 认真 因为人生无常 没有很多事情 没有很多事情 再不要想那些命文立养了 因此要 这个刚快 善可以要见到佛门的道路 身体要要合掌念佛 这个善可以要佛法的道路是怎么 你心里有一个发菩提心 这边里面也是念佛拜佛 动作也有那个合掌那样的一个礼貌 这个圣可以都轻轻地要修行 这就是佛法的道路上 这样的这个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人生难的跟说明无常的那个关系 这些一次一次的思考 你人生难的跟说明无常 关系怎样的 修行的话 才知道真的会升起出力心 也知道比较不知足 我们这辈子的这些重种的有些事情 所以呢 这个中开版道士 也说那个三主要道里面 有讲 下面难得受无暇 一心串习 但辞者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 远离了内外 八种无暇利人 刚刚远离八种无暇是我们前面讲的地狱 给出生长寿庭 边比地狱 那个 印仰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学习佛法的机会嘛 现在我们离开了这些 而且 而且 级别了有空性修行的佛法的八种有效 八种无暇离开就是这八种有效 因为有学习佛法的有机会嘛 并且记住了 并且记住了 自他 十种愿门 顺眼的所有人生 我们前面讲的五种自愿门 五种自愿门 五种太愿门 这些都是自愿门的一个人生 能够毫无意料地成就暂时和究竟的一切愿门 虚意 这样的人生 则所以有很大的利益 以及 从因应数量和比喻各方面来说 他则所以极为难度 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生数量跟比喻 数量上一次有讲嘛 地狱跟乐规这些比喻比的时候 我们人跟那个 那个 听的是数量很少 比喻来说 这样的时候 人生很难的 那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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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些的比喻上一次有讲过嘛 这些全部都是 刚刚那样八夏世门的人生就是 比喻跟数量来比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难的 所以 也是因为 这样很难的 一次的人生 说明不会增加 这会出息的 递进 一天一天的 慢慢 一次苦 一次苦 那样的 没有 无有可能 长久 现象的存在 一些事情 它 注定很快就会失望 因为日子过得很快 而且 不确定 何时会死 死亡的时候 除了修持政法 任何为了 成就财富 地位 民生等等 实际办法 所做的最大的努力 都 再 再大努力 都不会 在任何的用处 还有 就会让自己一生疲劳困难 并且成为 烈身痛苦的因 因 以先上 不断的 思维和重启 以上 这些道理之后 就会知道了 为了成就 而今生 做增变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进而 淡舍 以前对于绝求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人生难得跟书们无耻 这样知道的时候 就是 在不会做 没有意义的事情 全部都是做的时候 就是善法跟修行 此生 细了 这件事件办法的 强烈探执 转而生起 强烈追求 烈身的心 以上 刚刚这个 宗盖法道士说的 其实这个文章的 意思坚定讲的是 我反正 人生难得跟 说明无常 你好好 这个思考这个内容 你知道这个 人生难得跟说明无常的修行 你一次 一次这个修行的话 我们 我们 才不执着这个 世间八法 而且 要转过来 要好好地做一个 正法的一个修行 所以呢 要 一个最殊胜的一个修行 就是说 人生难得跟说明无常 是非常非常的很重要 这个是要坚定 大家都知道 无常的 要这个直到无常的时候 才会我们努力认真修行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护持专户 兆丰国际商业银行 南台北分行 账号 030-0901-5770 护名 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 加入藏研会 个人会员每个月100元 中心团体会员每个月1000元 Emailttbtofficeatgmail.com 愿世界看见佛法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顺便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